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伦敦非常有名的安妮顾问 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伦敦的房产 那刚才的是爷爷的饭吃的干货 那群口时间 开放时间 现在开始了 没听你们说过 你说什么呀 就是发现30岁 世纪末日没来 你就发现我胖懂了 我吃你家大米了 房地产中介最多就是八卦 那么多观众想听的就是八卦 接待过很多客人吧 众口机很难跳 我跟你说 说实话都以为我们学很深 有什么嘴 大家都精精力业的 没有时间就搞这个的 我认为你有遇到最奇葩的客户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你遇到一些 我认为我的客户都是好客户 你知道吗 假方办吧 就是我都是主动上班的 我的客户都是好客户 我跟你说 我都是主动上班 我的客户都是有爱心的 你知道吗 你不要给我把客户上班 下了班呢 下了班 下了班我的客户也都是那种嘘寒问暖啊 天呐 我都不会怪让我出去再看的 我都抱着人家大胃 不吗 你带着我 所以说现在对于不同客户 就有不同的tactics 就是各种产业都必须 对对对对 所以素财品是寄来的还挺多的 就是 当然都在脑子里 当然都在脑子里 但开开心心买的了这个房 买的不许是这个房 还有这个服务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买的是一种认同的 哦对 就是说我说这种感觉 他一下子他就能带着的起来 比如说我 你懂我 对对对 就是你跟他说学区话呀没有用的呀 你要跟他说的是哦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哪里哪里哪里啊 这个就是英国中国的哪里哪个学校啊 对对对对 北大福庄人大福庄啊 这种他一下子觉得哦 我知道了 那我去人大福庄多少钱 我买个学区房多少钱 北京学区房 我的天 还要互考一下啊 这个又搞不到呀 搞也搞不到 怎么办呢 那你如果是上海朋友来了以后呢 然后他已经要学区房了 我是觉得上海朋友蛮有腔调的呀 比较是自己啊 对啊 就像找个咖啡馆你知道吗 喝喝咖啡啊 太不适合左岸的这个咖啡馆是不是 就是有一种 我就觉得说上海的人蛮精致的呀 还要去有那种平时的事 哎呦哎呦 因为东北的我们的大牛突然上海就出来了 我不想太刺刺了我跟你说 好啊 对啊 好的呀 所以说我就是觉得说上海的顾客呢 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 比如说自己有一些商场啊 生活配套啊 这个他们比较看得出一点 是不是还有什么art一点的那些东西 还有艺术的一些 有的有的有的 就是要逛展的 然后我之前有个客户啊 我跟你说反正是我朋友 我就不是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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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说哦 我要fashion的 你知道吗 我要那种就是 我跟你说 你看看人家的marketing做的 做的就是好 我说你先尝尬你看 哦不信 我跟你说 我其他都不看我介绍什么 结果就来你知道吗 就觉得哦 一点就不够如此 其实很多东西你来了 走进去看过的时候 就跟你这根商场完全不一样 这根商场就是你的想法 就是你的想法 不代表这个问题 就存在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同的地区人来看法的 真的这个点就完全不同 就像你说有些人就觉得 我是为了学区房 我就买进房 就为我的小孩 有些人也怕自己的生活品质 对 包括可能说我们现在 可能说中国的小孩的购买力也蛮强的 就小朋友来这边买吧 对 就十八十九二十岁 十八十九来 能够去就一分吧 爸爸妈妈妈拿钱呀 对吧 晓晓 这是妈妈这几年 买下的所有房产 全是黄金地板的店面 都记在你的名下 你自己看看 只有打工仔不懂的 只有打工仔理解不了 对 对 我们说是打工人的好吗 打工人打工 我的打工都是人上人的好吗 就像很多很多小朋友 可能就觉得说 我要去中国乘进 对吧 然后我要楼下游 光沙沙对吧 光沙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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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吧 就是人心里最苦的时候 你就把那饭呢 往嘴里猛飞 哎 那就是苦了猛飞呗 还在猛咖呢 啊 苦了猛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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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咖猛咖 大地瓜的小地瓜 一块钱能买三 不可思议那一块的 那可能就是说 比较成熟一点的 我们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头胎 觉得 我不要密集度那么高的 我要看绿色 我要楼下好保护 酒厂在哪里 高尔布酒厂在哪里 红酒在哪里买 对不对 那这种是一个 不同一个年龄跟单人不同的需求 可能比较三十多岁的一些年轻人 他的想法就是投资 我有投资也多 对对对 这个会回报了很多 保护 对对对 保护很多控制率啊 对吧 那物业费多少啊 对吧 我每一年要缓再多少啊 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每个年龄段 你确实考虑的还是不一样的 说不同 不只是相当于说 不在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但不同的年龄段 也有不同的需求 当然 我身材还见了不同客户 他就是插骑士 就是这个区域我就好爱 那个区域我就觉得好爱 那一个一刻买下去 那东东也要插一个 北面也要插一个 西面也要插一个 好 我认定这个区域 我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区域 买一套 就是没有区域喜欢 各位我查一下 你知道吗 就是房客房姐 哎哎哎哎哎 有部分他就是 都有房子 房间我突然想了一句话 我也爱 人家爱不齐 我不配 我不配 是我不配 对对对对 我不配 对 这些房子都没有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太穷了 对对对对 不是房子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如稀台生 最后缺一个人 是吧 那个房子 对吧 对对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我也喜欢 我突然觉得 就是当个房地产顾问 不仅是说 要知识特别人 对这个区域的了解 然后你要要会做很多案子 我突然觉得 还是个心理学家 还要你是要克服这个心理 要有洞察力 要洞察力 还有同理心 原地出道就没有 CV给我 CV 来 来给你个S卡 对对对 S卡跟我爸卡 对 就是我是觉得是让你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是肯定真想是最原料的 其次才是会有技巧在里面 第二点 你还是要对你的产品 是有信心的 我真的发现 这个项子我爱 我才买得出去 我不爱真的是不行 我今天早上搬家的时候 搬家的时候 那个家就突然一下 我房间的那个 你把磕了一下 你知道吗 比我自己的房子 磕了一样 我真的爱房子 对 天生有个防魂在那边 对 有人有恋爱吗 对 你看到房子 新房 有可能 心疯 心疼的感觉 这个也是心疼啊 真的把眼神堵不掉 他 是心疼啊 糟糕 眼神堵不掉 想是就想要逃跑 我与你就好像会 心为地就正在想 对 基本就是这种 那有没有 就是像客户来找你 你觉得地方特别适合她 她也觉得本来想买到 后来又不买了 就是失恋的感觉啊 还能想恋爱 对不对 对 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我跟你说 其实我觉得做这段还蛮好的 每天都有恋爱的感觉 你知道吗 时二不是还能初恋的 就是那种 你看到王王子 对 就觉得哇塞 初恋了 但是你怎么说我当然会有失落 因为我 但是我后来我明白一个事情 因为我其实买包子 不像买衣服 不是像买其他的 它是一个费用那次的事情 所以说 这导致说我越来越能 同理性的去了解这话 他有他的需求 我只能说是缘分的问题 那有没有这种像你说的好房子不等人 那有些客户就是 再三咨询啊 找了很多中介 就是说他丢别在这 然后到最后他又找到你这边 就觉得还是你最好 然后想帮他买好的房子 有可能就已经没有了 我有一个客户 我突然最喜欢他半年的房子 就是那一套 他就很喜欢 但是他很读解 然后呢就是 他也没有说很快的要像个决定 但是他就没办 半个月来换一次那一套 还是喜欢 对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后就真的是快 就是三天 就坐那里看了图子 就直接下手了 就那一套就拿走了 然后就是混过鞋啊 就是错过就 就是一辈子都跟那种 我突然 就是错过就是一辈子 我突然没有想到 那一看到我那种错过就是一辈子 我突然然后就喊到 我现在跑回去 对我错过就感觉到 有什么魔力 不是真的是 你车到就是那种 嗯 你不会再有了 就是你喜欢 都符合你的条件的 当你犹豫那么一下 转转转 转头回来 你没忙 然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的就是没有的 它不可能会相同地点的 相同价位的 我可能说下来 刚刚他们有说到三十几岁的事情 我觉得三十几岁这个事情 可能Piu爷爷来回答 比较靠谱 比较真实 对不对 对 我们还小 对 我们还小 这个时候是不是手里面应该有一些付款 然后或者是应该做一些怎样子的投资 然后 嗯 那我们来开放家 爷爷 觉得三十岁 是不是这样 对啊 成功人是难说的 不是成功的两次可以去掉 就三十加这个人之后还是符合的 但是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每个投资 就是我真的觉得没有最好 只有说适合不适合 因为比如说 如果我就是那种特别喜欢月光的 我就觉得我买了我吃了我就开心 那我觉得就是你喜欢的生活方式 享受了消费了 对啊 还有一种就相当于说 哎 那我会存一些钱下来 但是我不想亏任何钱 那就是存银行 稳身稳收啊 那还有一种就相当于说 喜欢短线的那种 就相当于说 我是喜欢基金投很多Bitcoins 投很多傍利的那种回报的 那只要你能分析 这个如果有风险 如果就说你 你是这种类型的 不不不 我爷爷我有问题想要的问题 很棒 投资都是要本金的 你觉得30岁 应该有多少本金去投资 哇 切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点很好 因为我觉得投资这个本金 不一定 我要clarify一个点 就是不一定是你要自己赚钱的 你可以去从银行来借钱 就是借钱不一定是要缓身 我是这样觉得 我当然知道借钱未必是什么坏事 但是贤体投资 你是一个好产品 你是了解市场 然后你是可以扛得住这个贡献 你知道这个钱不是如何 还是还得起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其实说实话 前几天一个特别的30岁来来 祝我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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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一下 我说实话 30岁对我来说太好了 我有20多岁的时候 真的是担心我要嫁给什么样的人 担心我要不要伤孩子 担心我要不要去换工作 担心我会不会找到好工作 担心我学历是不是不够高 担心我是不是胖了 是不是瘦了 是不是早上洗碗了 是不是晚上去睡碗了 我看那个忧郁可以打个攻击 不要 直到30岁你一见 I don't care 就是发现30岁 世纪末日没来 你就发现我胖怎么了 我吃你家大米了 就是这种感觉就有点 可能有点过失去了 反正我觉得有些东西 在不在乎你收了算 而不是别人给你定义的 对 因为我前几天你跟我爸妈 有聊过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可能 从现在要开始接受我的事情 我这辈子可能会不会结婚 这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知道了 通常很多人都在说 就是我在我父母的鞋上开了一枪 你知道吗 但是我真的是会觉得说 我不拿这个东西来评判 我是否成功 那当然在我这样一堆人的情况下 我真的还会问了很多 就像我刚才的你的比较 就是多少本积多 那比如说你以前两千磅也是啊 五千一万磅 然后固定的投啊 怎么样的 当然你投资孩子也是投啊 你投资收拾品啊 投资自己啊 去花上课都可以 来 赶紧推广你的房子吧 我的房子吗 我的房子吗 我卖的房子不大 这个不是我的房子 就是我是觉得说 无论你是不是真的是有 有投资的必要 像房子 你不论是你在私住的地方 你还是要尽早的去买一套 因为少叫房子嘛对吧 就 兵子不让打 画也不让画 对吧 就没顺便换一个灯号了 还要赔钱 我觉得我心里更可以 我还不够学习了 你知道吗 我就开心 晚上很低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的窝子 想投资的话 个人提高而定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安妮能做到爷爷的 饭局给我们家的 走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啊 你叫我 吵得起我呀 我从来发现好像 安妮比较hold得住 她这个曲 我爷爷也挺hold不住了 就是你不敢别加我一包 十八个蛋挞有没有 十八个蛋挞 十八个蛋挞就像买我中生啊 我也太好取哦 我跟你说 多多 收节目快 多多快帅 希望你下次再来 可以吃的开心 然后玩的也开心 都每天我就吃了 开始了 我在要吃饱 我们下次要吃饱 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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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孩子饿了 他们孩子饿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记得要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对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其他平台 微博密账的小黄书 搜野烈的饭局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一见 多点 拜拜